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隔了这么久,现在又继续讲白色批举种 可能有些是新同学,我在未曾讲证文之前 我就讲几句连接上文的说话 很多人就以为遗色是很深奥的 就以为遗色是一种很难解的学问 其实这个遗色是佛教的心理学 佛教是讲的心是有心体 所以就是讲心性 有很多人在第二道经 也就是讲空、无形无相、无量无边 就好像与我们现实有一种距离 但如果讲遗色,其实就是佛教的心理学 就是讲好现实我们现在的心 那种的情况,我们的心态 我们的心的作用,我们的情况是怎样 于是乎我们就因为心的用 就是有用从用来见到它的存在 故此就有八种作用,称为白色 现在我所讲的就是整个主题 就是那个心可能有时候是起那些集染的作用 所谓的集染就是烦恼 就是那些不太好的,有些恶的染污 所以我们的人在起作用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不开心,很多烦恼,很多分别 很多执着,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有集染作用的时候 应该是怎样去应付呢? 那我们就知道怎样去修心 在修心的过程之中,由这个集染的心 由这个乱的心,怎样令到这个心 是还服这个中规、中矩 故此我们这个主题就是根据这个白色规矩 令到我们的心由那些集乱、污染、心 是来到改为清淨的、没有集染的 应该是怎样? 我们现在学佛都是修心 都是想令到那个心起一些好的作用 我们不想我们有烦恼 我们想我们的心在好那方面去想 是希望那个心得到安宁、得到安乐 从这个烦恼而转为安乐 故此这个白色规矩就是指出我们现时的烦恼心态 而修养它来变成一种很正常、很清淨、很安定的心态 故此就叫做白色规矩 我上次已经说过是白色的了 8个色之中我已经说了第8色 你们听过也不妨再温集一下 因为我们要明白 生命的来源不是有一个造物者 就是靠什么呢? 是靠我们所自作自受的因果 来建立我们的生命 来生命 我们有了生命之后 这个生命是如何来维持呢? 又是靠我们自作自受的因 来引起我们的生命 因为我们的因是有不同的因 所以我们有不同的生态 就有不同的身体 有了这个不同的身体之后 我们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外景有不同的享受 有不同的作用 故此这些都是什么缘故? 都是这个我们自作自受的因 这个因就是我们造作之后遗留的印象 存在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的心为什么有这种能持种子 能引根深、能燃气界的作用呢? 我们称这种作用为第8色 我上次已经有说过了 如果我们有这个身体、有这个生命之后 为什么我们又会有这么多的烦恼呢? 我们应该知道是因缘所生法 我们不需要做这么多的恶业 有这么多烦恼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又有一种的心态 但是这种的心态 认为能持根深、能引根深、能燃气界、能持种子 这个第8色的存在 以为是有我 于是乎就有这个自私的心了 这个自私的心 就是由哪里来呢? 就是另一种心的作用 我们称它为第7色 上次我说过第8色和第7色 应该是说第6色的 不过有些同学说过 上次说过之后 我们有些不明白 第7色 为什么五十一心所之中 为什么五十一心所之中 第7色 仍然是和十八个心所相应呢? 如此 今次我再重复说一下 第7色 为什么会和五十一个心所之中 和十八个心所相应呢? 这里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心锁 第八识你们知道,第七识你们知道,有八个识 但是心锁有五十一,为什么第八识说的时候有五个心锁 而第七识起的时候可能有十八个心的作用 于是有很多人就怀疑这个心锁,两个识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心,譬如如第八识,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的作用是能持种子,能忍根深,能燃气界 它那种跟着来到起的心理作用只是五个 上次已经说过了 但是这个第七识的作用就是有思良的作用 所谓行审思良 既然它有思良的作用,它思良什么呢? 它的对象是什么呢? 它的结论是什么呢? 所以它有经过十八种的心理作用 而之后就成为第七识那种思良的作用 故此我现在就看看,第七识起怎么起呢? 每个人的心识都有警觉性的 警觉性就是你起识的时候就有警觉,就有注意 第七识起的时候,第一就有作意 我们是讲过心理那种的起的时候是怎么样,过程是怎么样 第二有作意之后,它所接触的第七识,它以什么为对象呢? 第七识是思良识,它以什么为思良的对象呢? 就是以第八识的功能,第八识有什么功能呢? 第八识就是能持种子,能引根深,能远气界 它就是思良它第八识的功能,为它思良的对象 就接触了,又接触了。 接触了由它思良的功能,接触了第八识的功能之后 它就开始有一种审思的作用了 它接受我不思良第二样东西,我只是思良第八识,它究竟是什么? 它那种作用。 好了,见到它之后,思良第八识,起了审思作用之后 它就会想,这个第八识它能持种子 那种子在过去生中已经有了,它能够由过去生中保持到现在 而这种种子,亦由现在,它会保持到将来的。它起了想,它又由过去保持到现在,由现在,又会保持到将来的。 将来,这个起不是有这个我这样的概念 好了,有了这个我的概念的呢? 它说,我就不同其他人。我就是我,他就是他。 他,就是我自己,他就是他人,就会有我他的分别。 这个就是思良道,有我那方面。 这个五偏行,跟第八识时的五偏行的解释是不同的。 因为第八识是持种的,第七识是思良的。 所以,我们解五偏行,就不跟第八识的五偏行的解释。 它有了这个我的概念,有了这个我的分别。 是不是决定性的? 它就在别境中,我们上次讲过五十一心所。 五十一心所之中,就是有五别境的。 为什么在五别境之中,它只是建立这个位呢? 因为这个位就是决责的。 你所想的对不对,对不对呢? 它就决定了,一定是有我,无有疑惑。 所以就起了这个我的执着。 又有这个我,本来不是有我的,本来是无我的。 这个我字就是独一有主宰的,称为有我。 但是我们的生命,就是因缘所成的法,不是独一的。 亦都是随缘而有,也不是有主宰的。 你看我们,我们有没有主宰的? 我们没有主宰的。 我们说我想好,但是因缘不对的时候,我们未必一定很开心。 如果不开心,会不会长久呢? 但是因缘变化的时候,我们可以由不开心,又变为开心。 又可以由开心,变为不开心。 不是实质的,不是一的,不是独立性,不是有主宰的。 是因缘所成法,本来是非我。 而第七色认为有我的呢? 这是我见,是我的执着。 第二,这种我是不是正的呢? 是否正你的呢? 因为他不明白缘起的道理。 他不知道无我的道理。 所以这个我执是我痴的。 所以由我见,我痴。 有我的痴见,他变成了有我他的分别。 他就会爱我,不要爱他人。 中我,而轻视他人。 就有这个我爱。 接着呢,就有我慢。 这个我慢是什么呢? 我要我是好过人。 我要我是性过人。 我要我是高过人。 有这种自高、自胜、自强的欲望。 于是乎,自己就有一种骄傲的心。 有一种争强的心。 所以我们有了第七色之后, 经过这个五偏行的过程。 有这个别境位的决定。 认为有我,便起了这个我见,我痴,我爱,我慢。 这些全部都是心内的见解。 并未曾有伤及他人。 就是他这些是自己的。 是我自己想,是我的执着。 是我的糊涂。 是我的偏见。 是他没有伤害别人。 对他人是没有影响。 对自己那种思维是有影响。 但是未及损害到他人。 于是乎,他就没有跟其他那些心所相应。 所以他就会跟八大除烦恼相应。 八大除烦恼,你们如果看到这个讲义的, 就知道八大除烦恼是什么。 八大除烦恼不是作恶, 不过是障碍修行。 因为有这个我见,而障碍修行。 所以八大除烦恼就是。 八大除烦恼是什么? 八大除烦恼是有八。 你们找那个讲义, 《二十除烦恼法》那里就有了。 不过有些同学没听过的, 我就告诉你们,八大除烦恼就是。 不信不信正理, 就障碍了这个信。 就障碍了这个精进。 有这个放日的心, 就障碍我们防护的心。 有这个昏尘就障碍我们修观。 有这个调举,就障碍我们修指。 调举就是个心, 一味是东张西亡, 这样来到去行的, 就障碍我们修指。 而失念, 本来我们有一个正念的, 渐渐有去分心, 那就失正念。 散乱, 不应该想的, 有去想, 障碍我们的定心。 不正知, 对事理没有明确的了知。 这八个, 不信蟹桌放日, 分层调举, 失念, 散乱, 不正知, 就是这个八大除烦恼。 这八种没有伤害他人的, 只是障碍自己修道。 当我们有这个我见, 我爱, 我贪, 和我痴的时候, 起这八种的除烦恼, 当我们修正修指观修行的时候, 就会起了这种障碍。 如果我们看这个讲义, 你们去翻尋五二十除烦恼法, 就有这些, 不过我一番提起一番心, 我再来讲一讲。 现在我们再次讲这个第七色。 十八种心所, 我们已经知道了, 是否十八种心所, 为什么会和这十八个心所相应。 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心所, 我,即是附带而起的心理作用。 我们讲第七色的是思良, 审思以为有我的作用。 他附带而起有十八种心理作用。 这十八种心理作用, 这十八种心理作用, 我们现在每个人都知道。 这样我们就会再看看, 我们现在怎样来讲这个第七色。 这十八种心理作用。 现在我再讲一下, 有个同学问我, 他说陆转夫为染症医, 究竟如何叫陆转夫为染症医呢? 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和第七色和第八色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现在又再讲一下, 第七色和第八色的关系。 第七色和第八色的关系, 刚才我略说过, 第七色就是思为第八色的功能, 第七色就不会有这个关系。 但是在我们的思考中, 他说第八色是第七色的所依根, 当然是, 因为第七色如果没有第八色的功能, 第七色就不会有这个我汁而起。 因为以第八色的能持种子, 能引根身,能燃气阶, 这样的原因而入认为有我。 所以第七色就是以第八色为它的所依根。 但是又另外有一种说法, 有了第七色, 然后第八色的所依存在的。 我们也应该知道为什么呢? 为什么有了第七色, 才能够第八色相续存在呢? 我们也知道, 因为有了第七色, 它就会令到前六色作业。 我们现在做的所有的动作, 自私自利那些, 是因什么而有呢? 贪、真、痴、慢、而见。 这种烦恼因什么而有呢? 为什么有我们做的事会贪呢? 因为有我。 为什么会亲呢? 因为述益我, 为什么会亲呢? 无我而认为有我。 为什么会慢呢? 因为想我是比较好, 我就有竞争, 又要似强似高来竞争, 这个就是有慢。 有疑, 就不信, 很多东西都不相信, 就起了一个疑, 没有诚信, 就有疑了。 这两样东西都偏见了, 我才是好, 对我才好, 不对我才不好。 这些全部都是因为第七色影响到我们的意识, 由我们的意识影响到我们的言语, 我们的行为, 所以作业, 由我们作业成为这个业因, 令到第八色里面所持的种子都是习厌, 而第八色持种习厌的缘故, 它就引起有不同的根性的生态, 有不同的环境, 都是由第七色执我而起的。 故此说, 因为有第七色, 第八色才能够相逐, 相逐是什么呢? 它是相逐来有这个主持, 这个生死流转。 故此我们讲第八色的时候, 第八色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我爱执藏位, 而因为有这个执藏, 所以这个第八色称为藏色, 就叫做阿赖耶色。 因此的缘故, 有这个经论里面说, 因为第七色的缘故, 所以第八色就为相逐不断, 所谓相逐不断的就是令到生死流转, 因果循环那种相逐不断。 经论里面有说过, 他说阿赖耶色, 第八色不断和第七色是在一起的, 有第八色就有第七色, 有第七色就有第八色, 大家是相逐, 大家都是相依的。 有时候你会看到, 第七色以第八色为根, 第八色又以第七色为根, 即是说他两个, 第七色和第八色是互相依持的, 互相依靠的。 这里讲了第七色和第八色的关系, 为何由陆转呼为染症医呢? 我解写这句, 上次没有解写这句, 现在陆转为何由第七色为染症之所以? 这里就是解写染症医的。 我们听完第八色又听过第七色, 这些全部都是内在的心理作用, 与外界是未曾发生关系的。 如果他想把自己的执着, 把自己的意念和外界沟通, 或者收取印象的时候, 是否需要另外一种心理来帮忙呢? 必须有一个可以通内, 又可以通外的心理, 这个就是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可以运用, 令到我们眼耳鼻舌身, 以五色发动, 也可以在里面来探尋这个有的印象, 以及我对于这种观代的看法。 我们如果预识政策是分别的, 如果没有第七色, 他就不会有那么自私。 如果没有第八色来保持印象, 他就没有这个学习, 也没有这个记忆。 现在第七色和第八色, 是潜伏在内的心理作用。 我们想有通内通外的心理, 我们要解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如何去通外呢? 第六意识也是一个心理, 必定如果这个眼对五根。 刚才我们也说了第八色, 能引根身。 这个所谓根身, 就是五根的身, 眼耳鼻舌身,五根。 五根的再体, 就是五根根身的身体。 这有五根的时候, 它相对的是什么呢? 能言气界,气界是什么呢? 有这个身体, 就有这个所对的外界, 就是这个境界。 境界是什么呢? 。 如果眼耳鼻舌身, 与色声香微粥一相对的时候, 眼见色耳对声, 鼻臭香舌尚未身觉粥, 那时候, 立即就会起五色。 但是这个五色, 只有直觉的作用, 它没有分别的作用, 像我们眼看见青黄赤白, 长短方圆, 那些而已。 但是它是什么呢? 它不知道的, 要靠第六色来帮助, 然后才有这种的认识。 第六色又靠什么呢? 第六色又在第八色里面, 第八色是能词种子的, 第六色就在第八色搜尋, 我懂不懂的, 譬如我看到这个色字, 这个字我懂不懂的, 立即就是第八色, 这个就是色字, 因为第八色有印象。 如果说遗色, 遗色是什么呢? 第六色即刻就在第八色里面, 有没有听过? 有, 立即就把这个遗色的意念明白了。 这种, 首层印象的就是第六色和第八色的联系, 有广市的记忆。 但是这种, 我喜欢不喜欢的呢? 适不适合我学的呢? 譬如遗色, 适不适合我学的呢? 譬如闻到一种香, 这种是檀香, 我又喜欢不喜欢的呢? 这种是否喜欢信我义, 不信我义呢? 又经过第七色的审查。 啊, 对我, 我喜欢听遗色, 我就喜欢。 如果我不喜欢听遗色, 我又看到有一种心象是不喜欢的。 如果我闻到这种香, 我喜欢的, 我爱这种香味。 我闻到这种香, 我不喜欢的, 我不喜欢的, 就有一种拒抗了。 所以, 有信意或者逆意, 有接受或者有拒抗的, 意识就形成了一个心象。 喜欢的, 我喜欢的, 好啊, 我不喜欢的, 好憎恨啊, 好憎恨啊, 自己起一种心象出来, 就发出外真的形象。 这就令五色表态了。 如果那个心喜欢的呢? 喜欢的, 你那个眼, 那个面, 那种印象都不同了。 当你看到一个喜欢的人, 你会怎样? 微开眼笑。 看到一样喜欢的东西, 你会怎样? 你一样就不理他, 也不理他, 也不理他, 也不理他。 但如果你喜欢的那样东西, 但如果你不喜欢那样东西, 你会被怕他, 抗拒他。 这就令五色有所表态了。 所以动身法语, 作善或者作恶, 都会成为一种的原因。 这种的印象, 这种的举动, 是不是传在第八色那里? 传在第八色那里, 将来就有善恶的果报了。 例如你见到一个人, 你起一个喜欢的影像, 你又跟别人招呼, 又很客气, 你给别人的印象, 这个人是和爱可亲的。 如果你见到那个人, 你自己不喜欢他, 又瞄一下他, 又拎面, 又哼哼哼, 这样给别人的印象就不好了, 别人又留下一个可憎的印象。 如果别人觉得你好, 你见到一个好缘, 如果别人觉得你不好, 你就见到一个不好的缘。 你见到好缘多, 你有福, 你见到不好缘多, 你变成了有障碍。 故此说, 你所有的举动心象造作, 存在第八色, 会引起将来善恶的业果。 故此说, 第七色为前六转色染症, 之所以, 有了这个第七色的我汁, 会令到第六色的爱我、 信我、 我憎和逆我。 有了这些印象, 便会做了很多善的或者恶的业。 所以说, 第七色的缘故, 所以前六转色染症, 就是不好的, 惡的, 症, 是善的。 你为什么会做有些善, 有些恶, 有结到好缘, 有时候结到不好缘呢? 都是因为第七色的缘故, 有一个我, 所以有染, 有症, 有善, 有恶的将来。 这里就是说第七色和第六色的关系。 这里就是我说, 有些同学问我, 什么叫陆转肤为染症医? 我就解释了, 为什么第七色为陆转色染症之所以? 上一段解释, 为什么第七色有十八个心所相应? 为什么就解释了, 为什么第七色为前陆转色染症医? 我今次第七色与前陆转色的关系就说了。 这样解脱经魂, 染污义行时, 诸或驱生灭, 若解脱诸或, 非尘,非当有。 这个就是说, 如染污义, 就是说那个第七色, 第七色又名为耳根。 这个染污义, 就是第七色, 时时, 时时做什么呢? 诸或驱生灭, 和这个画, 就是我见,我爱,我慢,我痴, 和它一起。 若解脱诸或, 如果没有这个我见,我爱,我慢,我痴, 这些非尘非装有, 过去的也不会有染污, 将来也不会有恶报, 这些是讲了以前我未曾解释的。 现在就开始讲第六意识。 因为第六意识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无论是普通的心理学, 那些普通人讲话, 都是有讲这个意识, 尤其是现在很多人都讲, 不是讲你的心怎么想, 而是讲意识形态。 通常你会说, 他的意识形态是这样, 即是他意识的心态是这样的, 因为很多人都讲这个意识, 所以意识是很广泛, 很多人都知道的。 不过第七识、第八识, 很少人都讲这个第七识、第八识。 而心理学家只知道, 第六意识做不到的事情, 他说第六识背后有个细意识, 或者第六识背后有个潜意识, 他们就不会说第七识、第八识。 其实第六识是表面我们知道的, 而我们佛教因为要讲因果轮回, 因为我们讲我们的生死、 我们的轮回、 我们的前因后果建立, 是全靠第八识维持种子。 我们的人那种烦恼、 那种不好的心态, 就因为自私。 有自私就是因为有我识。 这种我识不是第六识形成的, 而是第六识背后还有一种心理来推动的, 这个就是第七识。 现在我们就讲完第八识, 讲完第七识, 现在就讲这个第六识。 第六识识, 你们应该第一篇有个识文。 识文里面, 意识识有这首识, 先先就是解这个, 三性三良通三境, 三界隆时二可知, 相应深所五十一, 善恶临时别配知。 我们要知道意识是什么叫意识呢? 我们未解识文之前, 先先是讲这个意识。 意识有两类的, 分开两类。 哪两类呢? 第一,就是五驱意识。 五驱的就是说, 和眼耳鼻舌身识是一起起的, 因为我们的意识就是随时负责 是帮我们眼耳鼻舌身这个五识来分别的。 这样呢, 这个就叫做五驱意识, 即与五识驱时而起。 因为当我们眼耳鼻舌身五根, 对色声香味触五景, 起五识的时候, 只能有直觉的分别。 于是乎意识即时就是警觉, 有东西看了, 有东西听了, 即时就是起了。 起来分别一下, 这些是什么色, 这些是什么境界, 这些是什么声, 这些是什么香, 这些是什么味, 这些是什么接触它是什么形态。 这样呢, 由这个意识的作用, 然后才有所认识的。 这个就叫做五驱意识。 第二就是独头意识。 独头意识就是眼耳鼻舌身, 五驱意识都会独自起的。 它独自而起, 没有五驱在一起的。 这个叫做独头意识。 独头意识有三种。 第一就叫做散畏独头。 散畏独头就是普通我们现在的意识。 这个散畏独头意识不是对外界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都会一切的思维, 我们想思前想后, 或者是分析, 或者是思量计算, 或者是如何来去思考一样东西。 这个呢, 意识也是意识的作用。 知识, 譬如你想想, 我今天学到什么, 我要重温一下, 我懂不懂, 究竟我现在知道第七识知不知道呢? 我不用看东西, 我闭上眼睛来想想, 我现在是不知道第七识是什么呢? 这就是有回忆, 有记忆, 有学习的作用。 第二, 这个感受的呢, 就是说, 啊, 令到我难过不难过, 开心不开心, 信我意, 不信我意, 这个就是感受, 你感觉到我不开心, 不信我意, 是议我的意, 这就是感受。 感受之后呢, 还有情绪, 情绪又怎样呢? 有什么呢? 有什么呢? 有信我意, 有意义, 有种感受的时候呢? 有什么感受的情绪, 这就是情绪, 情绪各个都知道, 开心的情绪, 不开心的情绪, 这就是情绪, 这就是情绪, 每个人都知道了, 你骂情绪, 那为什么呢? 一个人开心起来, 又是很高兴, 一不开心起来, 逢人都想骂, 这就是情绪, 意志就是, 你想做什么, 你决定了做什么, 你自己另推动你去做什么, 这就是意志, 这些思维, 知识, 感受, 情绪, 意志, 种种的心理作用, 当然很多很多的解释, 不过归类都是这些心理作用, 所以如果我们想就正思维, 想学习得好, 想感受得安乐, 想情绪受控制, 想我们的意志, 回向,倾向是好, 发动能力是好的, 这些都是要意志好, 然后才行, 这些是意志的作用, 第二就是定中的作用, 定中的作用, 我们现在在欲界, 我们知道欲界, 色界, 无色界, 是说三界, 学佛的人都听到三界无安, 猶如火宅, 是说三界, 这样我们现在在欲界, 所谓欲界就是五趣集居地, 有人有天, 有地狱, 有鹅鬼, 有畜生, 这个欲界叫做五趣集居地, 现在我们在欲界的人, 或者欲界的天, 虽然想收定, 都不容易收, 很难有定境, 不过我们有很多人, 在欲界中, 仍然都是想收止观的, 不过这种的止观, 是不是真的传定, 不是很难得到有定境, 不过都有人学习来修定的。 还有第三个就是梦中的意识, 梦中的意识就是睡眠之后发梦所见的境界, 我们这三种叫做独头意识, 独头意识就是定中所见的境界, 又是你意识的心象, 梦中所见的境界, 亦是你意识的心象。 在我们在这个遗识里说, 我们人为什么会发梦? 所以有些人说要解梦, 梦是否可从梦之中尖到有吉凶? 是否可从梦中尖到有吉凶? 其实在遗识里说梦, 不过就是睡了觉的时候, 梦在睡梦之中意识很空, 因为他又没有梦拘意识, 眼耳鼻舌身也不用他帮忙, 他很空, 在睡梦之中, 他就会在那个浏览, 这个第八色里面的印象, 你知道第八色里面的印象, 有很多过去很久很久的东西, 不仅是今世的东西, 有前世的东西, 有很多印象在里面, 他浏览了的时候, 他就会在心里面映现, 所以在做梦的时候梦到出来, 这些是什么呢? 是第八色中曾有的印象, 由第六色, 梦中很空閒的时候, 迷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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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 可能就是过去很久很久所得到的影像, 所以我们的意识, 它的范围是很广的, 你坐在那里, 发白日梦也好, 真正想也好, 想想也好, 温习也好, 都是第六意识, 入定好, 有没有境界, 看到又是第六意识, 梦中发梦的什么境界, 又是第六意识, 所以说意识的范围是很广的。 我们有讲绿色, 色声香微粗, 眼耳鼻舌身衣, 是不是绿色? 但是我们的六层有色声香微粗, 发,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为何意识的对象是法? 眼见识很容易, 知道长短方形高下, 静不静, 青黄赤白, 光影明暗, 耳的听到有些可以声, 不可以声, 那些就容易了, 我们知道, 但是为何佛经中说意识的境界是法尘呢? 其实这个法尘, 这个法字就是没有形象的, 这个形象是心象来的, 心境来的, 这个法尘都是分开有五类, 五类是什么呢? 第一,极继色, 很远很远, 但是我们的眼色, 只能看到相当的距离, 但是你不看到的时候, 很远很远, 就要由你的意识去想象, 那里是什么呢? 最远的地方, 你看不到的, 你就凭你的想象力, 那里是有什么呢? 比如, 你看到很远很远, 你看不到火, 有东西隔着, 但是你看到有烟, 那里有火, 你凭你的想象想到的, 这个是极继色, 很远的, 第二,极略色, 极略色就是极微, 譬如现在, 我们也说极微, 很多《金刚经》里面 都说到极微, 但是如果你说有分子、 有力子、有量子等那些, 你是凭什么呢? 你看不到的, 是用很多的仪器可以得到, 但是你没有用仪器的时候, 你会假想到极微可以再分析, 分析完一度又一度, 可以很小微都有的, 即是你虽然看不到, 但是你的心想着, 可以想到最微最微的东西是怎么样, 你可以说的, 那就是极略色, 第三, 定所现色, 有很多人打坐的时候, 有种境界现实, 这个境界是好不好, 不在这里讨论, 但是你竟定中的境界, 是你的心象, 就是意识的心象, 就是定所现的, 第四, 第四, 受所隐色, 受所隐色是什么呢? 就是受界时的界体, 比如有人说, 我受了五界了, 五界的界体, 尽形受就没有了, 有些人说, 我受菩萨界, 为什么要受菩萨界? 这个菩萨界可以尽形受, 第二世都有这个界体, 你不犯那时候就有了, 不过菩萨界很容易犯界, 你犯了就没有了, 他现在说, 这个就是界体, 你受了五界有界体, 这个是受界时那种深刻的印象, 是不是有个界体? 不是, 不过你受界, 别人问你, 不杀生能持否能持, 进入了印象, 第二,你就会记得, 我不杀生的, 因为我在佛前说过, 不杀生能持否, 你说过能持, 这个就是深刻的印象, 称为界体。 第五, 就是编继所执式, 编继所执式的范围很大, 无论有境界, 没有境界时, 你自己所起的心象, 你自己那种虚妄分别。 譬如, 你晚上走路, 看到一条城, 你说, 哎呀, 蛇啊, 蛇啊, 又没有了, 不是的, 那条是城, 你知道吗? 这些是什么? 是编继所执。 譬如, 这个人生是无常的, 你经常以为有常的, 这个就是编继所执。 这个本来不是有我的, 因为, 由几岁到几十岁, 都是这个人, 认为这个就是我, 这些就是编继所执。 即是不合理, 本来不是的, 你自己认为是, 这个就叫做编继所执。 如果你所想的是对的, 这个就不是编继所执, 这个就是正理, 这个就是合理。 现在这个编继所执式, 即是一切那些虚妄分别, 自喜的心象, 都属于这个编继所执式。 所以, 意识的范围就很大。 如果别人问你, 色声香味触法的那个法字, 为什么呢? 你就说, 你吃五种都是意识的境界, 所以说, 意识的对象就是法尘。 你现在, 你时时念经, 你都有的, 色声香味触法, 你要明白才可以。 你现在听了, 你就知道了, 什么叫做法尘。 意识的范围就很广, 就说了, 除了能够操纵五色, 激动新法语之外, 更通善恶无忌三姓。 所以, 这个纵文里面, 第一句就说三姓, 三姓三梁通三景, 三姓之外, 仍是有三梁的。 三梁是哪三梁呢? 是现梁、比梁和非梁。 什么叫做现梁呢? 我现在讲, 就是讲一下, 什么叫做现梁。 因为现在, 不够时间了, 我大约提一提, 下次就会讲的了。 不过, 现梁, 就是你现前见到的境界, 即是叫做现梁。 现在我看到这个班, 有这么多人, 虽然你说这些是假有的景象, 但事实上是有因缘和合, 是有你班的存在。 这个是现时的境界, 就叫做现梁。 什么叫做比梁呢? 就是推理的, 没有这个现象再前, 但是你可以推理, 来推测, 比较引用的, 这个叫做比梁。 什么叫做非梁呢? 本来是一样东西, 看到一样东西, 你觉得它是说错了, 你认为它是看错了, 这个叫做非梁。 非梁就说, 比如说晚上见到一条城, 你说射, 这个是非梁, 本来是城, 你又说它是射, 而本来是无我的因缘和合, 暂时有这个生命, 这个生命是一路一路变, 有生老病死的变的, 你又以为它是常的, 你又说它有主宰性, 有独立性的, 人的生命根本上就是中缘和合, 地水火风四大合成, 又会有变的时候, 又会老,又会病,又会死, 这些是会变的, 但是有时候你就会认为它, 我自己想得的东西不一定得到, 我想有主宰又不得主宰, 因为是随缘的, 是随因果来支配的, 你认为是有主宰的, 这些是非量, 不是那样东西, 你认为是那样东西, 这就叫做非量, 这就是言量、比量和非量, 今天我讲这么多, 因为为什么我要有些问题来和你们解答, 因为有些同学说很不明白, 我现在就是讲, 今天就是讲完, 我现在就是解答一个问题, 何德财在哪里? 在哪里? 在哪里? 你经常都是, 哇,很多事情要问我, 这样就没问到, 就想知道, 什么叫做外道, 什么叫做佛教, 佛教和外道如何来分, 什么叫做正, 什么叫做邪, 如何来分, 我现在就是告诉你们, 佛教, 在佛在世的时候, 有所谓哲学, 有所谓外道, 有所谓邪教, 佛教教人家, 你想知道什么是真正佛教的呢? 这些是对不对佛教的呢? 有三个法印, 这三个法印就是, 这三个法印就是, 印定你是佛教, 还是不是佛教, 这三个法印, 你记得, 这个佛教叫三个法印, 第一,他就说, 诸法无我, 他说一切法都是因缘所成, 不会是独立性, 不会有主宰性, 也不会有一个主宰者的造物者来造成的, 诸法无我就是说, 一切世间上的法, 没有一个主宰者, 也没有独立性, 这样是因缘所成法, 这个第一个条件, 佛教第一个条件, 就是因缘所生法, 第二就是, 诸行无常, 凡是有造作而成的东西, 一定是会变, 一定是无常, 所谓诸行无常, 诸行者就是会流动, 行就是动流动, 一切有流动的东西都是无常, 如何流动呢? 是人造的, 是有作为的, 这个所谓有, 普通佛教上说, 所谓有违法, 凡是有违法都是无常, 第三就是, 裂盘直正, 如果我们去修行, 我们会得到心很平静, 很安乐的, 这三样东西就是佛教的法恩, 如果没有背贝这三样东西, 就不是佛教, 就用这个来分别, 正是佛教不是佛教, 还是邪教呢? 不是, 当时佛教有六派哲学, 六派哲学是讲哲理的, 很流行来讲哲理的, 那六派哲学呢? 第一个就是, 当时很流行的, 叫做魅尼耶派, 他就是根据这个废堂的时候, 佛在世有一部佛, 即是四废堂, 根据这个废堂来研究他那些祭礼, 祭祀的方法, 他是一种用哲学的立场来说的, 就是讲荷罗门教那些祭礼, 祭祀的, 他是一种哲学, 第二就是废堂多派, 他就是拿着那部荷罗门教的奥义书, 就讲这个大范为罪主宰者, 各样东西都是这个范我来制造的, 这个就是废堂多派, 就是第二派的哲学。 第三派的哲学就是, 密心二元论的素论派, 他的哲学之中, 最初就说一个是神我, 有这个神我, 有这个智性, 两个相对的时候, 他就建立了一个国, 建立了一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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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了一个国有我执, 这有四人, 他这有二十五明帝, 二十五道理的, 现在先说有神我, 有智性, 有这个歌, 有这个我执, 这四人, 然后他就有五大五围, 五枝根五作业根, 五围, 五大是什么呢? 地水火风空, 由这个五就是五大, 五围是什么呢? 就是色声香味竹, 这些是物质来的。 五枝根就是眼耳鼻舌身, 这个是五枝根, 就是用来知识的。 五作业根就是口、手、竹、 生殖器和排泄器, 这五个就是五作业根, 五围,五大,五枝根, 五作业根就是二十, 加上这个神我智性, 歌和我执就是夜四, 最后就有个心根,夜五, 所以说世界的现象就由夜五种形成的, 一般就叫他做二十五名帝, 这个就是素论派, 但是我们叫他做哲学, 他是第三种哲学, 第四种哲学就是瑜伽, 他根据这个瑜伽, 他教人家如何来到练身和练心, 这样就会得到好处, 现在也有很多瑜伽, 练身,练心, 这个是第四, 第五就是性论派, 性论派有六种原理, 实得业大有二同和合这六种, 他说繁都是属于物质那方面, 他说各种东西都有它的实体, 实得有它的相, 这个叶就是有它的用, 有它的普遍性, 有它的同意性, 有它的和合性, 这六种东西就会变成这个世界了, 这些又是属于物质那方面多一点, 属于维物论多一点, 就是哲学, 第六种就是伦理学, 专与别人辩论那些伦理学, 这六派, 我们佛教没有叫它做外道, 只可以叫它做六派哲学, 所以如果我们讲佛教的时候, 佛教和这六派哲学是有不同的, 不过当时这六派哲学有很多哲学, 但是这六派哲学很流行, 佛教就不会说不让别人来研究哲学, 他没有教别人做不好的事情, 现在就说有六思外道, 这些叫哲学, 有些叫做外道, 什么叫做外道呢? 外道的思考和主义是不同的, 第一种外道就叫做怀疑论派, 不可知派, 又有人叫做不可知派, 为什么他这些是教人呢? 他说人各样都是靠直觉的, 有名直觉论者, 靠直觉的, 如果你问他好还是不好, 他说你那时候认为不好就不好, 他说没有一个绝对的, 无论是善恶, 是非, 道理, 没有绝对的, 看看你当时的心情是怎样, 就来到他说, 不过他唯一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要修订, 然后才可以有智慧, 这个就只叫做怀疑派, 或者是直觉论, 或者是不可知派, 是第一诗, 这个都是没什么特别的, 第二就是唯物论, 唯物论他说人在人生就要享乐, 你不信有灵魂, 又不信有因果, 他说人就是物质构成的, 物质一分散的时候, 就还归于物质, 人是没有永恒, 但是物质是会永恒的, 他这个是唯物论, 他就是没有教别人怎样, 只是享乐主义, 有物质也要享乐, 第二, 第三就是定命论, 这个又是外道, 他为什么叫做定命论呢? 他说人不需要收道, 他说不用收道, 人就是要享乐, 要开心, 这样就不要受管, 他就反对婆罗门教, 创造人类, 他说人不需要收行, 无论精的也好, 蠢的也好, 八万四千劫之后, 全部都得到解脱了, 每个人都是同一个解脱的, 这个就是定命论第三, 第四就是无道德论, 无道德论就是最不好, 无道德论就是不要信修行, 一个人最重要是享乐, 中欲主义就是最重要是中欲, 不要收行, 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个就是无道德论, 佛教最不喜欢这些无道德论, 第五就是无恩论, 无恩论就是唯物论的, 他说没有恩果的, 不用说恩果, 我们现时所做的事, 不会影响我们的将来, 不会令到将来, 好的不会将来好, 异的不会将来异, 现时的事不会影响, 无恩论就是无恩论, 他说只有物质的元素, 将来物质是横回物质, 人是暂时的, 这个就是无恩论, 第六就是奇罗派, 奇罗派就是苦行主义, 佛教最多是对讲奇罗派, 最不喜欢奇罗派, 佛教反对苦行, 他说人是罪恶, 凡是有很多罪恶才能做到人, 如果我们想那些罪业, 是赶快结束的, 就一定要收苦行, 越苦的, 越磨折自己的身体, 他就越快结束这个罪业, 所以很多时候人们说要苦行, 这些佛教称为外道, 所谓六派哲学, 有六师外道, 要不就响乐, 要不就叫别人不要收行, 要不就不信恩果, 佛教就说他是外道, 但是佛教也说有些是邪教, 如何是邪教呢? 邪教就是一定佛教的人不准碰他, 第一就是饿死要绝死, 他说绝食就结束生命会上天堂, 第二就是头额, 有这么高得这么高, 跳下来死自杀的, 这个人就会结束了他的命, 这些差不多都是自杀式的, 以为这样结束了他的生死。 第二就是头额, 还有就是护火, 要搭一些火, 如果你有火, 辣、痛、辛苦, 你越烧得多就是烧嘴叶, 那些就叫做拜火, 第四就是除了衣服, 在露天那里, 不怕日晒雨淋, 被蚊咬, 都是这么忍受的, 露体露天来修行, 第四, 第五就是要走到死尸林来打坐, 要跟死尸一起观赏那些死尸, 第六就是持牛戒持狗戒, 所以这些就叫做邪教, 佛教而认真是禁, 在佛教那里说, 你用这三法印的就是佛教, 佛教说的就是因缘果报, 诸行无常, 修行修到心是安定, 佛教是教人这样的, 但是如果你其他那些, 不信恩果, 没有恩缘果报, 享乐主义, 不是每一样都说由物质所成, 这些要么就是哲学派, 要么就是外道, 但是如果教人自杀, 磨折自己, 来修行, 来结束生命, 了结生死, 这些叫做邪教, 这些行为令自己辛苦, 什么叫做爱道, 这些就是修行, 不符合佛教那三个法印, 什么叫做哲学, 如果那些人只是说, 是论理那方面来说, 那些叫哲学, 你无关的, 你读也可以, 不读也可以, 你知道也可以, 不知道也可以, 不过邪教一定要断语, 我们这些最学习的人, 为何我要说, 你问我的时候, 我都说, 要很长来解释给你听, 要说明什么叫哲学, 不是现在的哲学, 不是现在的哲学, 现在哲学真是多得不得了, 不过佛教那时候, 他得到六派, 大的六派哲学, 得到大的是六思外道, 还有六种邪教, 你就知道, 我不管现在多少哲学都好, 哲学就是他说哲学, 我不管你什么来到修行都好, 无论你是天道什么都好, 不是我们佛教的, 那我就叫他就是外教, 但是如果那些要磨折自己, 或者要自杀, 要什么那些, 磨折自己, 那些就属于邪教, 我现在告诉你, 你如何来到分, 是不是佛教, 那你就知道了, 佛教的修行是在什么呢? 离苦得乐, 怎样离苦得乐? 因为你可以收到你的心很静, 很静, 很静静的, 这个就是裂盘, 这个就是最好的, 常乐我证, 这样佛教教别人, 你要知无常, 你要知无我, 你要知道因缘果报, 如果你不信因缘果报, 你就不是佛教, 如果你说各样都有常的, 你就不是佛教, 如果你说没有变的人都有变, 生老并死, 环境都有承住或空, 各样都有变, 如果你说不是有变的, 这个就不是佛教了, 明白吗? 你们大家听了之后, 你知道到什么叫佛教, 什么我们佛教的人都很喜欢看哲学, 你说什么哲学呢? 我们都希望来看哲学的书, 多些哲理, 那什么叫做爱的道? 有些不值得来信的, 但是有些我们佛教都有人成天成, 罗看成, 菩萨成, 佛成, 如果他是教人做人的, 儒家教人做人, 仁义礼自信, 你都是属于做好人, 对吗? 人家要求行善, 想天堂的, 是天祷, 都是属于天的, 对吗? 我们佛教都有天成的, 有些就是阿罗汉成, 你收这个涅槃正直, 他不再次来到道生, 他也是佛教, 做菩萨当然是佛教, 求成佛当然是佛教, 所以佛教都有, 人成天成, 罗看成, 菩萨成, 佛成这样的次第, 我们就知道, 你不要说佛教要排斥外教, 为什么要排斥外教, 就是佛教人都是属于好人, 外教有些上天堂, 上天堂都比落地狱, 如果你说小成, 小成不好, 要学大成, 你做到小成都不容易, 菩萨更加好, 所以我在这半个钟头时间, 就略略说给你们听, 什么叫外道, 什么叫哲抗, 什么叫情教, 下次我再说第六意识, 好吧, 好有点听到, 已经有消息了, 我现在代表你一次的最爱的对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